上一期带大家探索了泰国十大旅游景点 眼间的网友就发现 怎么泰国美丽的海岛没有被列入其中 其实去过泰国的朋友们都知道 泰国的网红旅游景点实在是太多了 一期的节目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介绍完 于是乎本节目决定把泰国的海岛旅游抽出来 另外再做一集 让喜欢阳光海洋及沙滩的朋友们 可以更好地了解泰国海岛旅游攻略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记得按赞分享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第五名 皮皮岛 皮皮岛是由北部的大皮皮岛和南部的小皮皮岛及周围四座小岛组成的群岛 1983年被定为泰国国家公园 这是一个深受阳光圈宠的地方 柔软洁白的沙滩 宁静辟蓝的海水 自然天成的岩石洞穴 还有那未受污染的自然风貌 使皮皮岛成为近年来 赤手可热的度假圣地之一 在大皮皮岛上有骆驼风和海啸纪念公园 那北边是文子岛和清新美丽的祖岛 南边则是小皮皮岛 小皮皮岛海域比较深 并且有许多珊瑚 也是潜水的圣地 而皮皮岛的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岛上有很多餐厅小吃店 海鲜大排档 还有西式餐厅酒吧等 还有很多潜水店 有几家还可以提供中文服务 另外皮皮岛上还有医院 警察局和邮局 可说是非常完善 在这里您可以待上好几天 第四名苏美岛 有叶陵海岛之称的苏美岛 拥有洁白的沙滩 湛蓝的海水层次分明 景致迷人 苏美岛上茂密的椰树林 完好无损的石灰岩洞穴 林里的珊瑚礁岛 像是没有被人打扰过的无人岛 保留着它的原始景致 苏美岛上海滩小镇的餐厅和酒吧 是观赏日落的绝佳地点 您可以沉浸在卡巴来歌舞表演的热闹之中 也可以感受佛教寺庙的安宁静密 您也可以在宏伟的牵手观音庙 一堵镀金的红色雾顶 和巨大的长臂观音雕像 在这里您除了可以体验水上活动 如水上摩托 滑翔伞 香蕉船等 也还可以选择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上 来一场刺激的高空冒险 在飞越中心上苏美岛特有的动植物 值得一提的是 泰国政府已经在7月15日 对新冠疫情中低风险国家开放苏美岛 符合资格的旅客 可以在无需隔离的情况下登岛度假 第三名 贾米 贾米一个有如天堂般的热带半岛 处处思情画意 美不胜收 贾米可说是作为探索郁郁冲冲的丛林 石灰石悬崖和漂浮在安达曼海的大本营 那当地僧人的佛教圣地 虎枯寺 也是这里的顶级景点之一 贾米的海水清澈见底 温暖舒适 五颜六色的热带渔群穿梭在珊瑚丛中 比起普及岛 贾米更适合游泳和浮潜 岛上还有许多山间岩穴 400多条的攀岩线路 难以程度分明 那特别适合爱好海岛攀岩的极限运动者来挑战 您也可以到卡比塔兰红树林滑橡皮船 总共滑行距离为7公里 从到海滑到红树林沿途景色优美 令人乐而万返 热爱岛屿旅游的旅客 也别忘了直接来个跳岛游 一次过体验泰国海岛不一样的美 第二名 巴迪亚 拥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巴迪亚 风光宜泥 气候宜人 是东南亚热度极高的海滩度假生地 每年都接待数百万旅客 著名的中天海滩 与摩多艇和海滩酒吧的热闹拥挤巴迪亚海滩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中天海滩比值得海岸地势相当适合冲浪 香蕉船 摩多艇 滑翔伞等水上运动 您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浮浅 看看海底鱼类和珊瑚 那傍晚时分 还可以在这里安静地欣赏日落美景 晚上还可以到中天夜市逛逛 是巴迪亚的旅游热门景点 那巴迪亚的海鲜 琳琅满目 您也可以租条小船 在四方水上市场尽情地选购 大快朵頤 另外巴迪亚也以泰国第三星人表演而闻名于世 那旅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泰国专属的夜生活 旅客也可以在这里和异国旅客举杯 分享生活 畅聊世界 第一名 普吉岛 这位泰国在首个疫情后开放的普吉岛 绝对是泰国首推的海岛 配合泰国普吉沙河计划 泰国政府已经在7月1日开始 对新冠疫情中低风险国家 符合资格的国际旅客 开放免隔离登岛旅游 那普吉岛是泰国最大的海岛 也是泰国最小的一个府 其迷人的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让它被称为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 那普吉岛是多彩生活方式的混合地 华丽的寺庙和旧城区热闹的咖啡馆 是勘探这个城市的主要景点 岛上的幻多奇乐园是亚洲独具特色的夜间主题乐园 除了保有泰国传统特色 乐园还加入了新颖的设计 大型的魔幻王国剧场秀 更是其卖点之一 仿佛就像一座泰国的不夜城 那普吉岛除了有多个著名的海滩之外 这里因地形崎岖 所以有许多漂亮的海湾 也是来普吉岛必造访的 其中一个就是潘崖湾 潘崖湾是在1981年时候 被列为泰国国家公园 以石灰石著名 就连好莱坞电影不可能的任务 007也成到这里取景 而到了夜晚 你绝对不可以错过普吉岛的夜市 岛上有许多著名的夜市 而大家首推的莫过于是巴东夜市 每天傍晚5点开始营业 这里除了可以找到各式的泰国路边摊料理 酒吧以外 也还有正宗的泰式按摩中心 让玩了一天的您 可以消除疲劳 好好充电 那明天继续探索普吉岛 那以上介绍的五个岛屿 哪一个又是您的最爱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此视频 记得按赞分享及关注我们的主页 让我们继续带您盘点更多的旅游景点 我们下期见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 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书案政经科技火文于新闻 据新闻政治学 经济学科技等专业背景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材贷 主要播放平台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对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及晚班 休假制度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